中望3D三维软件提供了全新的三维标注功能,简称PMI。 设计师可以直接通过PMI工具命令,在三维产品模型上直接标注三维尺寸或注视信息。 这些信息体现在视图管理器中,激活方便模型三维标注的相应视图。 首先在PMI标注属性里,设定好标注样式。 再通过快速标注功能,可快速标注出各种三维标注。 选择两个孔的边或是圆柱面,可标注两孔的距离。 距离可以控制为中心间距,两段最远端与最近端。 通过线性标注命令,使用点、边、面对向标注出模型的距离。 通过角度命令,可标注出0度至180度的角度尺寸。 通过半径直径命令,可以标注出各种样式圆的标注。 通过倒角命令,可对模型的45度倒角进行倒角标注。 通过弧长命令,可以直接测量出圆柱边的弧长尺寸。 通过孔标注,可标注出各种规格孔的标注与注视。 现在,模型已完成标注,可通过选取尺寸标注,拖拽调整标注位置。 调整PMI大小,可自动调节当前视图文字样式大小。 想将尺寸移动到其他视图。 在已有PMI标注的视图中,右键单击尺寸选择附加,指定到其他视图。 与此同时,你也可以通过改变设置,只显示激活视图中的PMI。 这样激活每一种视图,就可只显示当前的标注。 标注完成后,继续添加三维模型所需的3D注视。 首先,我们可以添加坐标值的注视尺寸。 还可以使用注视命令,添加一些自定义信息。 接下来,定义一个基准,定义位置和附着面。 创建一个行为公差符号,选择公差符号和公差信息,然后指定放置点。 跟着,创建一个表面粗糙度符号,设置放置点、类型、竖直,从而完成创建。 最后,在中心线和中心标记,设置模型的中心线,与孔柱面中心位置的标记。 这样,模型的三维标注就全部完成了。 然后在优化PMI大小显示,显示所有的PMI标注。 激活不同的视图,再次检查标注。 最后是创建一个2D工程图,创建一个标准视图。 打开继承PMI选项,直接创建顶部视图,右视图。 可以看到,所有相应的PMI标注都关联到相应的视图了。 中望3D软件中,能便捷地创建三维标注,并更好地继承到二维工程图中。 帮设计师高效开展设计工作,快来中望3D官网下载体验吧。